男人的解速带 看到这个阵仗 你还走着动路吗 那么我现在在的位置呢 是长沙中联中科的园区那样 你看到的这些大家伙 全部来自于他 今天呢也是中联中科 县里新时代的科技成果展 现场会展示很多 很炸裂的科技成果 其中最让我震惊的是什么 他仅需要六分钟 就能下线一台挖掘机 夸张不夸张 想不想知道 他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别急 我们一步一步来 因为这个园区 实在太大了 我们要做观光车才行 不然走一圈下来 你得受武器 除了那一排排的挖掘机 吸引我以外呢 这个最突出 它是拥有臂长 101米的混凝土泵车 也就是说 它深深守能达到 30层楼的高度 并且它的臂架 全部是由碳纤维打到的 兄弟们 101米长的碳纤维 什么概念 走 我们再去看看 其他的大型设备 并列员不止走入了家用车 你看来 EV看到没 那边有个EV镖 看这字 中联重科纯电动 凌云凤车 新能源凤车 这里模拟的是一个工地 无人操作 它自动通过雷达 等传感器去探测 然后自己施工 厉不厉害 你看它大的有 小的也有 然后蓝色的有 粉色的也有 看到没 特别的Q弹 大家记住这个小粉 这个小粉一会很厉害 行了 这边这么多吃的 我们去整点吧 你就知道吃 这么多大家伙 你不感兴趣吗 我们先去看看一个挖机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再忍忍 走 那么这里就是挖机的生产基地了 你看 人很多 我们进来看看 走 怎么样 这么震撼 这些大大小小的挖掘机 就是从这生产出来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 现场的工作人员非常少 基本上是由机器人带地完成的 大家知道 机器人是按照程序来的 所以它出错率很低 而且还节省了生产时间 所以这样一个高数字化 高自动化的生产线 确实能做到六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 不得不佩服他们的科技成果 那么一直到这里 一台完整的挖掘机就生产出来了 来看 兄弟们 你们见过挖机跳舞吗 来看看 看起来是跳舞 但其实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虽然我也不内行 但是我以一个汽车博主的角度来看 第一啊 品控很厉害 不然跳一会儿要散了 第二 底盘很厉害 不然跳不起来 钟列书科作为全球规模巨大 品种巨全的一个工程机械产业基地 可不仅仅只有建筑装备而已 它在农业和应急设备等等 均有设立 你可能觉得这些东西和我们无关 但是我举个例子 万一出现了 灾情 那么灾区的救援跟重建 是不是需要他们 所以这些科创新成果是非常有必要的 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来 中联中科来看一下啊 感受一下机械的魅力